世界屋籍喜马拉雅山的南路山谷 是一个神秘巨美的地方 西元前六世纪 人类开始在河谷建立王国 维俄庄严的雪山 让古地人民与世隔绝 建造成千圣万的庙与佛寺 被称为众神的国度 2008年 山谷人民推翻王权 走向共和 长久以南 神话与现实冲突汇聚 也就在这地球上最高 最复杂的群山之间 展开出灿烂的文明之花 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 经常被空间地理所行诉 位处在险峻群山脚下的尼泊尔 任外面世界天翻地覆 依旧能停住在千年之前 这里是帕坦 尼泊尔古城 古城拉利特普尔 意思是艺术之城 在这里有华美的宫殿 还有寺院 与首都加德满都 只有一盒之隔 1979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这里列为 亚洲重点保护的 18座古城之一 加德满都河谷 一直是尼泊尔 历史与文化的发源地 加德满都城里 建了将近3000座寺庙 也被称为寺庙之城 2500年前 佛祖释迦摩尼 在加德满都西南方 南皮尼诞生 尼泊尔 也是佛教的发源圣地 数千年来 尼泊尔人 就用各种方式 唤醒难天众神 即使死后 印度教徒也相信 把骨灰洒入圣河 巴格玛地河 就是轮回重生的开始 尼泊尔也被称为是 最靠近天堂的国度 但除了王宫广场 越靠近市中心 却发现 离天堂似乎越发遥远 加德满都 尼泊尔的首都 也是这大城 它是一个拥有 1200多年历史的古都 当时建造时 王朝统治者将它命名为 坎蒂普尔 意思是光明之城 而它的确也是亚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室内有华美的寺院 佛塔还有王宫建筑等等 但是今非昔比 这条河叫做巴格玛地河 是加德满都的圣河 也是城市命脉 但如今已经成了一个露天大水沟 河里布满了生活中的垃圾 还有骨灰 恶臭扑鼻 四周气味让人窒息 河面上漂浮着 不属于河流的人类废弃物 走上河边 仔细瞧看 让人触目惊心 根本看不出 这是一条河 所以你看到这边什么都有 塑胶袋 废弃物 宝特瓶 腐烂掉水果 刚才还看到动物的尸体 一条圣河 变成一个大垃圾场 说是非常坏的 因为很多的邦室 和最大的寫家 都以前在寫过 之前的巴克摩提 正常的巴克摩提 比较到巴克摩提 它也很坏的 非常坏的 这是皇后再出现 今年二十三岁的桑 是尼泊尔的雪巴族 两岁时跟着家人从山边搬到首都 大学新闻系毕业后 在尼泊尔预报当记者 很难接受国家圣河成了这副景象 垃圾满部 疾病丛生 整条河流已经被严重堵塞淤积 这条八个马蒂河发源于北方群山 纯净的血水融化而成 却不知本腾入室后竟是这般遭遇 近几十年来 城市化与工业化之下 迦德满都涌入大量人口 老旧车辆的废弃 因为山谷地形无法散开 加重了城市污染程度 老城上弄 错综复杂 毫无章法 路面永远向地壳翻动过 布满大坑小坑 十字路口没有设置红绿灯 只靠着举牌的警察指挥 路上始终优色着如逃难般的狂流 塞车 空气温暖 音色满意 所有城市化最高的结果 都在这个千年古都汇集 恶浊的阴城涌入了沉默 一轮蓄意 失去了耀眼光芒 这个走在发展道路上的荒庙佛国 如今处在经济主力与环境保护的维谷之间 尼泊尔 尼泊尔位在喜马拉雅山南路 北陵中国 南街印度 国境城南北辖转 长方形的高山内陆国家 全境地势陡峭 世界十大高峰 有八座都位在尼泊尔境内 包括圣母峰 千年以来 发迹于山谷的王国 迎来了印度的移民 英国的入侵 多元种族几番折腾后 共同普陈尼泊尔的文化历史 但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 历经十年内战 农业小国元气大伤 2015年的大地震 更振垮了千年古迹 也振碎了数千个家庭 让人民贫上加贫 尼泊尔成了世界上 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我们已经预找寻 世界物极创伤裂痕下 重生的希望 唯一之徒只有追本溯源 前进尼泊尔王国的起源之地 库尔克 库尔克与首都直线距离 不到八十公里 但在相对狭小的宽度内 从世界之巅 陡降到陵园盆地 我们必须翻山越岭 行车六个小时才能抵达 道路不平 坑坑巴巴是意料之中 严峻地势处处显向环身 斗壁狭窄的山路上 交汇的不只是车辆 也会有流氧 行进山林间 突然起了大路 尼泊尔地震频繁 随时要当心 会有巨大石块从天而降 六小时的行车 惊险万分 惊心动火 而越靠近库尔克 周遭景色也就越原始 尼泊尔地内大概有70%都是高山的地形 但是因为交通非常的不便 基础建设其实都没有很完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山谷地区 竟然还有这样传统的溜索 溜索是用钢索和粗绳 连接在山谷两侧 完全要使用人力 凌空地向对岸滑行渡河 下方是距离几十公尺高的湍急河谷 雨季河水暴涨时更是惊险万分 溜索转现了高山著名的勇猛顽强 却也凸显偏向生活的不便与艰险 在安全考量下 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放弃捷径 继续绕山路前景 200多年前的尼泊尔邦国散步 直到18世纪 由库尔克国王统一了全国 建立了库尔克王朝 当时他就把皇宫设立在这里 在最鼎盛的时期 整个领土面积是现在尼泊尔的三倍之大 但200年过去了 如今繁华兴盛已经不在 昔日黄床荣光如今被滚滚黄土所遮蔽 2015年那场震惊世界 读去8000条人命的大地震 正央也就在库尔克 我们到学校了 然后这间是怎么回事 就是当时地震的时候 这一间教室岛 现在这个土堆已经因为 一间施工 但是学校还是不能关注 所以就只好工地跟学校一起 再进行 其实这个土堆它一开始不在这边 这边原本是一个平面 然后他们是在这边集合 所以这边本来以前是超长就对了 对对 超长 然后现在地震之后 就变成一个土堆 对 对啊 钢筋就放在这边 钢筋就放在地上 等一下下课就看到小孩之后 其实就是都在这边跑 其实很危险 其实还蛮危险的 就是学校跟工地基本上 没有太大的差别 然后右手边这个就是因为 因为地震之后教室倒了 所以暂时性的学生们在 铁皮跟帐篷搭起来的教室上课 这样子 这是三年级的学生 这个是教室喔 对对对 Master Sir 嗨 这边的教室在整球 所以他们要搭零食的教室 所以他们就在铁皮屋 而且才是这种零食 很像我们车库的铁皮屋上课 所以很脆弱 就是用木桶和生锈的铁架 所以他们都是几年级的孩子 他们都是小学一年级二年级 本来都应该可以在教室里上课 至少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一年级的小孩先盖一个临时的教室 真的非常临时 可是这样的临时教室已经三年多了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已经在这个铁皮屋教室 上课三年半 其实向前天气很好 如果是雨季的话 下大雨 其实他们这边 像他们地上啊 这边就全部都是湿的 他们还是在这里上课 校园像工地 教室更像废弃的铁皮屋 没门 没窗 没墙 没地板 同样一行数学课 在台湾小学教室兼顾美观 有的还装设冷气 但库尔克的学童 求知却如此可难 日证过去已经三年多了 但是学生们 还是在这样的一个教室里面上课 铁皮搭建的 然后桌椅都是破破烂烂 甚至地上呢 全部都是石块和砖头 那更不用说 在洪水还有雨季期间 根本没有办法遮风挡雨 而且随时也都会淹水 现在的时间呢 是午餐时间 但是在这里 当然没有所谓的营养午餐 学生们多半都是家境贫穷 所以他们也都是买一个小铃嘴 就当做今天吃午餐 嗨 你吃午餐吗 一场地震 震垮了孩子们的学校 也震垮了遮风避雨的家园 无家可归的库尔克居民 只好被迫在梯田上 搭铁皮屋当临时住所 阿佑今年六岁 三年半前 全家从断圆残地中逃出 几块铁皮的组合 几块铁皮的组合 就成了家 小金头 小金头 所以这里就是阿佑的家 这边就是他们睡觉的地方 那 低矮的屋顶 让我们根本无法站直 一边用木板围住 没有门的室卧室 所以他们一家六口 都要住在这里 后面是 这是祖父的床 这位是他母亲 是妈妈 阿佑的妈妈 我们来自台湾 你们来自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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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阿佑家 这是客厅 我们来自台湾 然后现在去阿佑的房间 但你要小心头 这是铁皮屋 阿佑 阿佑 嗨 阿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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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在这里吧 来 这是阿佑的床 我们晚上很冷嘛 这其实没有什么浴寒的高能 对 所以应该是冬天很冷 然后夏天又会非常热 对不对 夏天很冷 对 因为是铁皮 完全没有通风的地方 这里没有窗户 然后这是他们的厨房吗 对 这已经算好了 这已经是很好的厨具了 在铁皮屋里面 然后 你看到瓦斯爐在这里 煮东西的时候都会 里面都会是烟 都会是烟 会从上面的缝隙这样飘出去 所以 他眼睛其实会很不舒服 这个屋顶上那个 跟风干的肉 这是肉 对吗 嗯 这里是一些 这个是大蒜 他们会把食物就是风干 然后储存在这里 从地震到现在 三年半 他们都一直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对 没错 这里是 原本是他们体贴 嗯 脚踩的地方 原本就是重能作用 夏天的时候也是 很潮水 这才是原本他们煮菜的东西 就是厨房 对 他们就是蹲在这边 然后 会用这个 自己烧 柴火 来煮东西 很难让人相信 就是 三年多来都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他们没有太多钱 他们没有太多钱 可以建设自己的房子 如果他们建设自己的房子 在这些土地 也没有建设自己的房子 他们没有建设自己的房子 所以 他们没有建设自己的房子 所以他们会建设自己的房子 建在悬崖边 办完成的砖房 则是同学伊朽的家 这是盖到一半的房子 这一间就是他家 这个门也很矮 你好 你在做什么 再一次 你好 去等 伊朽的妈妈非常好客 所以我们一来 她就要煮一泊的奶茶给我们喝 冲的牛奶 但是可以看到她整个瓦斯爐 就在房间里 然后这个小房间 大概也只有两瓶 所以一家五口就睡在这张床 这已经是他们的新的家 对吗 他们之前也是住在前提屋里面 然后后来才搬过来这里 两瓶大的砖房隔间 集合了五口之家的卧室 客厅与厨房 一张床占据了屋内大部分空间 墙面甚至没有完成 居住环境 客难的让我们难以想象 那是唯一的电灯 对吗 对啊 这个窗户根本没有办法遮封闭 而且冬天 这里的最低温大概都会 到六七度 这边山上 但这已经是issue他们家的地震之后 好不容易搬来的新房子 可以问他们 他们可以赚多少钱 每个月 可以赚多少钱 只能赚多少钱 没有赚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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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赚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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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不能赚多少钱 因为她的健康状况 只能赚多少钱 然后它会结束 就大概三千 四千台币 Ishio和Ayo 几乎是所有尼泊尔天乡海途的缩影 父母多半没受过教育 因为在1951年之前 只有王公贵族能上学 70年代才逐渐普及到一般人民 虽然中小学学费全面 但光是制服和课本 也会花掉一千元台币 升高中后 学费更暴涨三倍 几乎是 Eshio爸爸一个月的薪水 多数的父母 宁可让孩子打工赚钱 也不要送他们上学 因此直到现在 每十个小学生 最后完成学业的 只会有一个 使得尼泊尔人的市字率 只有48.6% 全国三千万人口 近有超过一半 都是文盲 当地的家长就是 做什么事情都要省 钱省现在买吃的 然后买衣服 所以教育就变成 他们第一个想要放弃的 当地人 几乎所有家长都没有受过教育 所以对他们来说 教育是一个 好像把钱丢到一个洞里面 然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样的经验 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样的经验 是的 我的名字是 我的名字是 我认为 我认为 教育是非常重要 而且 他们也很困难 而且 如果 如果 我不能 支持我的孩子 的话 我可以 保持这个房子 我可以 保持这个房子 所以 他们以前没有进入学 对 但现在 他们觉得 教育是重要的 因为 有些人 工作得到很好的 钱 所以 他们不想 让孩子们 继续 同样的路由 他们正在做 做同样的工作 例如工作 父母 希望孩子 做得更好的 对 现在 你能够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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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下山之后 医学要做功课 医学要做功课 就只能用手机的 医学妈妈省吃俭用 拼了命 也要送孩子读书 就是不要 医学今后的人生 也像这间小屋一般 阴暗无光 贫穷 就像一道看不见的隐形高墙 堵住了多数 尼泊尔孩童的教育之路 而对大多数的孩子来说 上学这段路 还有另一种艰苦 小脚下踩的石头黄土路 是最基本 尼泊尔多山 学童上下学 经常得翻过一座又一座的高山 年纪太小的孩子 父母不放心 干脆就辍学 通常到九岁十岁才开始念小一 而对那些住得远的孩子来说 上学本身就是一项体能大考验 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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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冬季的季節 在那時候 他們要走很小心 有時候會花了兩半小時 因為他們要走很小心 否則如果他們落下 他們會不會到學校 多數的台灣孩子 幾乎天天有人接受 恐怕永遠無法體會 安夏和Rikash的日常 原來一個簡單的上學去 會如此的艱辛而寶貴 很累 但我必須做得到 為什麼他們要走兩小時 去學校 他們覺得教育很重要 如果他們有教育 他們未來的年代 會不會遇到現在的情況 他們會遇到現在的情況 所以他們有能力 改變的情況 他們認為教育是重要的 所以他們會做得很困難 所以他們會做得很困難 他們會做得很困難 如果沒有教育就是當 可能當挑夫 然後流浪去自己找工作 當移工 然後女生甚至四五歲 爸媽就叫他去嫁給別人 發生大地震的當時 來自台灣的林子君和蔡婉婷 還是台大經濟系二年級的學生 來到庫爾克震災後 卻看到尼泊爾的真正危機 絕不是蜻蜓點水式的 短期資助能夠化解 想要幫助當地人扭轉命運 就必須從根改變 他們在上英文課 對 他是我們專聘的英文老師 所以他也會負責部分 課後的就是英文課服 庫爾的產業 很多工作他是需要英文 譬如說當香港 在我們一開始服務的 一些小學裡面 甚至連老師 他都不會講英文 兩個大二學生 成立了NGO組織 和庫爾克當地中小學合作 不但提供獎學金 資助平同家庭 開設英文課後輔導 也成立圖書館 和電腦教室 從原本ABC都不會 到現在能自編自唱英文歌曲 人生也開始有了夢想 我的名字是VIPESBARAM 我16歲 我讀到8年級 我的名字是 我的船長 是我的未來 有家長 就一開始就跟我們說 就是那時候 如果我們沒有資助的話 那一天就是把小孩 最後一天上學 地震之後 每十個小孩 就只有一位 可以升上高等教育 那這個狀況到現在 已經有98%的小孩 可以成功升學 那一開始的輸學率 有三分之二的教室 都是空的 可是現在 只有兩%的小孩會輸學 在第一次的教室 這些十三到十五歲的 康爾科青年們 為了自己的未來 奮力地學英文求進步 所有的一切 都在和時間在跑 因為不光是要把握 年輕的歲月 更要把握 消縱即逝的陽光 因為入洞之後的尼泊爾 下午五點 太陽就下山 到時候這間教室 就只會剩下 壞掉的電燈泡 還有一片黑暗 偏鄉的尼泊爾 煤店之外 多數的家庭 也沒有自來水 在幾個區域 設置了公用擠水區 名稱用水 甚至洗澡洗頭 都在這裡 所以這邊的居民 他們都是用 在公共的這種擠水區 然後來取水頭 洗水洗澡 洗澡 就整個家用水 都在用這裡 有三種水 對 因為他擠水去偷走 所以有些人要走一個小時 OK OMG 他要教我們 怎麼抬這樣比較省力 打電燈是這樣 打電燈是這樣 腰這邊用這邊的熱氣 這樣才能夠走一個小時 這樣走回家 打電燈 他說男生要放一些帽子 你要放一些帽子 你要放一些帽子 不要啦 不要啦 沒有便利的設備 即使生活辛苦 但卻能天然自得 這就是尼泊爾 五六月這邊會缺水 跟台灣一樣熱 那我騎車都沒洗澡 因為沒有水 那時候就要走上來學校 我們剛剛走這條路 對 你就在這路上暈倒了 先吐完 然後再暈倒 山區的 是不是都完全沒有自來水 對 山上的人家就真的是要走 都是用山泉水 用台的 天啊 不要叫傻了 我們這麼辛苦 滴水 或許也就是這份 對人生的從容 讓子君和婉婷 毅然拋下台大經濟系畢業 可能高薪的未來 選擇異地偏鄉服務 也間接提升了 康爾克青年 想要加入榮譽軍團的競爭裡 你現在所看到的就是 康爾克軍團大本營 康爾克士兵被譽為是 地表上最飄悍的一支軍團 他們以忠誠勇猛善戰而聞名世界 對尼泊爾青年來說 這不但是一項至高的榮譽 更是一種生活的保障 因此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 尼泊爾青年想要擠進 我背後這道戰門 俄羅斯人想要在尼泊爾 製造了自己的殖居 英國軍團隊 用武器、武器、新技術 但俄羅斯人沒有任何的 但俄羅斯人從印度下降 尼泊爾軍團隊 開始上山上山 和一些石頭和傳統的武器 和一些傳統的武器 他們自己製造了自己 他們使用鞋子 來打擊英國軍團隊 有很多故事可以聽到 英國軍團隊 很多次試過 但他們沒有成功 十九世紀 英國陸西尼泊爾 發現住在山區的庫爾克人 逍有善戰 久功不克之下 轉而招募這些山民 這就是庫爾克傭兵的起源 山區出身 庫爾克人能適應各種險惡地形 又擅長突襲行動 隸屬英軍 約三千七百人的 庫爾克傭兵旅 從二戰打到阿富汗戰爭 飄漢作風 讓敵人聞之喪膽 成為英國在戰場上 最得力的助手 也因此名震全球 英國哈利王子參軍期間 就曾經接受庫爾克部隊的訓練 2018年 在新加坡舉行的 世紀會談 川青會 也都要出動庫爾克戰士 來保護雙方領導人 他們必須有某些教育的學校 他們必須有身體形態 他們必須有性能力 只要他們能獲得這個機會 日本人的教育 他們給了50,000日元 日本人的教育 但是在日本 這500日元 也不是給了 甚至是 政府政府的教育 日本人的教育 普通通常獲得150日元 如果他們去印度 他們獲得500日元 如果他們去布袋 或新加坡是$2,000 很多人喜歡做軍人 但最多的興趣的人都比1% 這萬中選一的佼佼者 除了要擁有年輕力壯等基本條件 還需要具備超級體能 包括限時養過起坐 短跑、長跑 最後還要負重25公斤 跑5公里山路 這些全通過了 最後要考英文聽說讀寫 外加30分鐘英文口試 今年19歲的雪霸青年Dandy 每天清晨5點起床 在火山岩跳上跳下自我訓練 1小時就是要闖關當佣兵 它會更好給我的未來 因為我可以帶給我的家庭 我可以獲得很多費用 另一半是我們必須通討論 第三個是我們必須通討論 英文學科學生 全都是收入狱下来影响 所有人在日本人有狱儿 因为每次我们可以用它 我们的火, 自己要用它 所有东西 надо用它 我们生活确定是在生活上 这狱儿是形成的形成的形式 我们可以创成你好 若我们创成一些 我们可以创成的形式更多 我們手上握了四次 所以這個刀就像這樣 庫克里是庫爾克戰士隨身佩戴的力氣 特殊的刀柄造型被稱為庫爾克彎刀 其實它是尼泊爾人日常生活的工具 當刀完結後 刀完結後 我們用庫克里 體格 體能 用刀都難不倒Dandy 但英文面試卻是他最擔心的項目 因為他沒有完成中學教育 他的家鄉吉里位在尼泊爾東北部 就像庫爾克一樣 深藏在遠山之間 那是另一個被世人遺忘的鎮壓 離家的門就要多遠 我留八個小時 然後搭吉普車這樣子顛簸的路 那沒有別的飛機或是鐵路 或是什麼高峰路嗎 沒有沒有 因為這邊就是當時其實是 其實要往聖母峰昆布地區的山路 就是這裡其實是當時唯一的入口 15年的時候發生了其實有兩次的地震 那這邊是當時第二次的地震 吉里因為更靠近喜馬拉雅山外 路途崎嶇不平 而在尼泊爾幾乎每一條高速公路 都是國際援柱 也是強國角力的記號 藉著造強突入 拉近金木距離 但像是吉里這樣的偏遠山區 建設到不了 就會被打回原形 即使是四輪傳動的吉普車 面對這種路況 我們還是像坐碰碰車 備證的七荤八素 所以現在這台車應該是 它跑跑了 就是穿在路上 穿在路上 對啊 你不要緊 所以我們要這樣子 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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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個小時 今天我們要辛苦一點 他們的路子真的 不太像是一條路 像是風地 我們地震過 台風過後的山路 遠山的奇境 阻衛了我們行車八小時的 顛簸與風塵 但看似寧靜樸實的吉里 其實也曾有段輝煌的歷史 人類史上第一次成功 攀登聖母峰的紀錄 就是從這裡開始 1953年 紐西蘭籍的Edmond Hillary 和當地的雪巴人Tensy Norgate 他們兩個人就是從這裡出發 然後成功登頂 從此 吉里鎮 就被封為是通往聖母峰的大門 而這一條路 也被封為是朝聖之路 繁華了好一陣子 但好景不長 1964年 中途的盧卡拉 建造了機場 可以省下來回七八天的走路時間 也因此 來這裡的登山客寥寥無幾 從此 吉里也就沒落了 昔日的聖山入口 如今只剩空蕩蕩的鐵橋 極寮的與溪流相伴 我的家在哪裡 你看這個 你的家在那裡 幾乎已經快要到山頂 然後 你的學校在那裡 在山谷 在大陸公司工作的Dandy 學了一點點中文 搖指著對面山頭 那是她的家 當時她為了賺一天十元美金 辍學去當挑夫 而她的母校位在山谷 也是整個山區唯一的學校 超過一半的學生都需要走 每天走超過兩個小時 所以這個就是校門口 沒錯 遇到了 謝謝 好 這教室有部分也因為地震回收 所以你可以看那個二樓不見了 那個本來有二樓 對對對 要拆掉 還沒蓋完 那鐵皮屋是原來的校舍 還是也是地震之後 原來的校舍是這樣 然後有幾棟垮掉 這個教室 鐵皮 就是鐵皮 用石塊 基本上也沒有燈 一樣的簡陋破酒 一樣的沒水沒電 但來上學的孩子更少了 對 Ming Chi 今年十二歲 她和Dandy是鄰居 都來自山頂的村落 每天也得走兩個小時 才能到學校 它很遠 從你的家到學 你喜歡去學校嗎 要去學校嗎 對 她喜歡去學校 哇 但你不覺得累嗎 在學校 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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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 小學校 卻因為做家務粗活 變得粗糙有黑 這個 這個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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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沒有選擇 對 對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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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歲的Angela 也是Dandy母校的小學妹 極力地處偏遠 瓦斯天然氣通通到不了 生活條件相當原始 一個女生 對 女生 一個女生 Angela來自單親家庭 兩年前 媽媽到杜拜當移工 現在由外婆照顧 雖然住在學校附近 只需要五分鐘的路程 但她也面臨可能失學的困境 她們會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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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們會很難 很難 她們也會照顧 她們的衣服 她們會看她們 她們的未來 是有點難以為 她們的未來 她們會看她們 有缺的機會 所以 年輕人 都要去外面 因為 她們沒有工作 而且 她們沒有未來 未來 現在 30萬人 現在 在 Nepal 更多 6萬人 工作 在另一陣子 年輕人 1萬人 工作 在馬來西亞 半個 半個 在 Qatar 因為 我們 沒有 工業 和 政府 必須得 被 做了 這些 年輕人 還未來 估不出 一個 其他國家 1%-2%人們 可能會說 我會在Nepal 工作在Nepal 很可憐 我不會死 所以一天我們會死 所以我不會在那裡 如果我加入北京 我會得到更多錢 憂傷地唱著尼泊爾 已故國寶級歌手 納拉洋戈帕爾的歌曲 Dandy知道 半年後他將遠渡重陽 將為別的國家流血流汗 數百萬尼泊爾青年 就像Dandy一樣 在家鄉土地上 找不到未來的歸屬 只能出走 但青年世代 在別人的土地上 撐起一片天 自己國家的元氣 卻在流逝當中 現在我們在Nepal需要 發展 不像Nepal會發展 發展 我會回到我的國家 所以你會覺得很悲傷 對我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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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悲傷 對我來說 我們有勇氣 和想法 做一些事情 我們想要做 我們想要做 我們不想要在這裡 不只想要去 如果我去外面 我可以這樣做 我可以成為一個人 但我國家會 于是桑婉聚了高薪机会 选择和子军婉婷合作 当起库尔克和吉里的 注点负责人 而后悔辍学的Dandy 也不断告诫学弟妹知识的力量 同样处于二十几岁 梦想刚要发芽的年纪 她们正努力弥补动荡下的创伤 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觉得不可能 怎么可能两个台湾的大二的学生 说想要成立一个国际飞行力组织 然后在短短三年之内要 让一千多个小孩都可以升学 现在三年来就真的是一步一步 就是扎扎实实 然后走到现在 未来我们真的可以做得更多 我们联孔是华人联孔 中国人是有在这边种茶叶 然后韩国人是种咖啡 我们不是来种咖啡也不是来种茶叶 我们是为他们的下一代来长期种植教育的 我们是为他们的下一代来长期种植教育的 做法 在开拓之外 不及的东西 也就是没有钱 我们要想订阅 能够想订阅 如果我们可以看到 DAVID 这样的事情 我们的孩子 或我们的未来人们会看到 晚霞中的万金千点 是这片土地的最美遗留 圣山之巅 俯视世界的清冷目光 是否也看见了 人间的琐碎与繁杂 喜马拉雅山边的小国 游走于天堂与城市之间 曾经骄傲的神秘王朝 却只剩地震后的斑驳 与被遗忘的传说 当失落的一带持续流失 但却有一小群人选择留下来 在这个最靠近天堂的国度 撒下一颗教育的种子 期待唤醒千年古国 曾有的尊严与希望 宏蝎与希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